复理香农会28号举行了农业推广教育联合成果展集 竹工作方作品发表活动 展示花莲农改场制作技术转移给复理香农会的20多道 充满了精气神的好料理 现场还有音乐饗宴 家政妈妈乐舞趣 还有绿色照顾站食农教育DIY等 将复理香农会一整年来的努力和成果呈现给大家来欣赏 复理香农会11月18号在复查堂举办 农业推广教育联合成果展集竹工作方作品发表活动 展示花莲农改场制作技术转移给复理香农会的20多道 充满精气神的好料理 农业推广工作三部门的成果展 所以在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一年多来 我们辅导我们的家政班产销班 还有我们地方产业的所有的成果 还有包括我们小农的这些小农市集里面 他们自己推出自由品牌的东西 今天就是一一呈现给大家 等于是说年度的验收 现场还有音乐饗宴 家政妈妈 乐舞去 绿色照顾站 徐农教育DIY等等 将复理香农会一年来的努力跟成果 另外由1月才刚刚成立的复查堂 跟徐农民的直销站 让在地农民生产的农特产品 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做销售 而已经80岁的在地咖啡农 周妈妈说 很喜欢这个平台 家会小农也家会消费者一举两得 小农嘛 就加点销 夹甘销 有的时候之前是还会去台北 希望广场建国花式 花博那些 在复理香农会总干事用心经营下 目前有金农120人 60个 在复理香农会的用心经营下 目前有金农120人 16个家政班 家政妈妈330人 解说班员30人 配合复理香农会 在花莲县各个学校推展农教育 配合复理香农会 在花莲县各个学校推展食农教育 透过这场成果展让大家认识食农 体验食农 参与食农 让食农无所不在 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 记者高雙雙 复理香 采访报道